如今要说相声界的大佬 也就郭德纲配得上这个称号的 因为郭德纲相声再一次走红 人们终于可以不用天天对着明星看个没完 可以走进剧场听乐子 而郭德纲的个人生活也被受网友关注 算起来他的小儿子今年都已经两岁了 据悉郭德纲成名前层经历 过一段十分落魄的日子 他和所有北漂一样 除了梦想一无所有 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是京剧名爵了 但是他却为了丈夫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并四处向人推荐郭德纲 他陪他经历了风风雨雨 最终苦尽甘来 王会在跟郭德纲在一起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爵了 而且其父亲还不同意跟郭德纲在一起 后来王会坚持跟郭德纲结婚 平坐两人都收了很多徒弟 最近郭德纲一家现身 从照片看王会长得越来越富泰 跟郭德纲身材体型都一样 这一天也看到了 深温子里面 ragあり洩 第一个儿 体质质 第一个儿 两个儿 就能给对